青海由南京引进十几种悬林小宫 在高原试种成功 不但当地菊花品种得以更新 亦令到观赏悬藝产业不断升级 一起看看 温室大棚内各款悬林小宫 形态万千 在阳光的影影影下显得生机勃勃 这里都是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由南京农业大学引进 全部属于金陵系列的地匹菊 在青海高原生长 表现出比较强的抗寒性 其实它菊花是一个耐寒性比较强的 一个生长的植物 它是非常适应青海的气候的 同时青海的气温比较低 在抗虫性方面其实是比较好的 研究人员由去年6月开始 在青海不同地区 市中云林小谷 发现因应气温的差别 菊花的颜色也会随之而改变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精灵玫瑰金颜色是偏 这种粉玫瑰的这样的颜色 但是因为咱们今年气温的骤降 它在这个上面也是呈现了 这种一朵花上有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颜色 从影镜的地方南京 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它说金陵礼花 红河和粉玉栏等等 八款云林小谷的表现最好 最适宜在青海高原那里种 这次事更成功可以推进青海谷花品种的更新 和观赏原藝产业升级 无线电视记者莱坤锐报导